即将在10月22号到25号在台北市贸易馆盛大展出的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 是亚太地区国际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今年规模更胜以往 展商术比去年增加三成 疫情关系在线上也有观展体验 更首度跨界与文化部合作 打造时尚艺术特区 延续台北时装周活动 还有五国界医生组织展出即时影像 呈现摄影师镜头下当代人道即时与世界观点 那我们整个画廊产业的朋友们都很支持 所以今年在整个画廊的整个台湾的集中最大的一次 最终的意思 那最终的基本堂站很稳 那爱台湾的艺术究竟 韩国人从国外来到32家 那今年的特色当然我觉得应该是 不过国界也是今年我们希望把这个公益 这个我们的平台让大家都知道 因为他们竟然他不是周年 愿意来这边作为全世界 全为战略的所发 那我们也让大家看到台湾的爱心 其实说在美的东西 或者是艺术消费或欣赏的东西 其实是不分阶层的 特别其实是呼吁年轻人走到一博会里头来 把你原来的预算稍微提高一点 投资自己也投资台湾 让台湾的艺术家能够走入你的生活空间里面 所以除了长家以外 我们也希望说一般的社会大众 也能够注意到艺朴会 也能够开始做一些艺术的消费跟收藏 除了重览全台超过92家画廊 及32家国外画廊的精彩作品 博览会今年以档案与IP为主题 开启艺术产经论坛 邀请各领域专家学者与观战者 探讨未来发展 也连接台剧斯卡罗 分享原住民艺术如何进军国际 丰富内容等观战者一同来挖掘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